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你们收看由瑞丰公司为你们送上的第94期每周回顾 秋分秋分 昼夜评分 这个时节 农业生产需注意以即将温快的特点 使秋收 秋根 秋种的三秋大芒显得格外紧张 农民朋友们在农市上要及时抢收秋收作物 免遭受早霜冻和连阴雨的危害 首先我们来看看福建大粒丸红蜜柚开采了 天度均匀11.5度至13.5度之间 老板看了也直接下定 好货还真的是不等人 开采了 山龙开采了 这个下大粒丸的 下大粒丸的山龙开采了 漂亮 马来西亚大粒丸葡萄在各地也都陆陆续续收成 我们一起去听听农户们的说法 这是我们马来西亚大粒丸试验田的葡萄 今天在收获 来大家跟着我一起看一下我们的葡萄展示 先看一下叶片 我们的叶片虽然到这个时候了 但是叶片保持的还是非常好的 还很绿 叶片很绿 而且呢 这个葡萄颜色也开始很好 我们先再看一下我们收获的葡萄啊 看一下这是我们这个用的这个马来西亚大粒丸的葡萄 大家看一下这个没有大小粒 这个颜色特别好 果粉特别好 大家跟着我走一下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脚下来的葡萄都是这样的 非常非常漂亮 这就是大理丸的作用 大家看一下这硬度 硬度非常好 果特别亮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没用过的这个啊 这个是没用过的 刚才摘下来的一小床 这边的葡萄就是没用过大粒丸的 区别就这么大 为大粒丸一遍的葡萄 羊花玫瑰 现在开始采摘 就是甜的 葡萄的葡萄 羊花玫瑰 成熟 那会看看咱们大粒丸的葡萄啊 这是没套袋的这个 我们摘起来点 还没上头感咋样 甜 还没没没没在成熟你都这么甜 啊 真好 比他们刚才那个摘的那个要甜的多 那个还带酸头的 这个没酸头的 没没酸头 挺好吃 真好吃 这是那个没头那儿的那个 外面露着的 外面露着的 真好吃 口感都是不一样 改变了咱们那个果冻葡萄了 不是果冻葡萄 你看 我们一起去看看现场情况 河北马来西亚大粒丸观摩会 现场的民众到田间一起观摩大粒丸葡萄园 活动现场也特制了活动相关衣服 另有马来西亚大粒丸葡萄 使整场活动更显活力 同期 河北也举办了一场 马来西亚大粒丸 骑程观摩会 活动现场也是相当之热闹 地形非常的陡 吃飞更方便 农户选用了 马来西亚大粒丸 沈空城市 果子非常的漂亮 舒适也很壮 特别的漂亮 大小均匀 色泽非常好 想用的马来西亚大粒丸 你看一下 果子非常漂亮 舒适也很壮 山太多了 附加报道 马来西亚大粒丸音频广告 也正式在马来西亚988电台上线 报道的最后 带大家一起来听听看 小安有大粒 省时 省力 省工钱 今天的每周回顾 就到此为止 我是黄子涵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再见 农作物肥不肥 全看你施什么肥 马来西亚大粒丸缓食肥 包含大中微量元素 帮助提升土壤的保肥力和保水力 只需挖个洞填个土 数个一二三四五 省时省力 省工钱 每隔三到六个月施一次 蔬菜果树美美又肥肥 马来西亚大粒丸缓食肥 由拥有超过45年农业经验的GreenFeed出品 赶快到GreenFeed网站找大粒丸吧